好我們跟大帥來聊一聊 欸大帥有人講說你至少三億 我小看你了 沒有啦 兩億 唯一跟十億 那我們來聊一聊 因為現在其實很多人 當然你就說應該用金字塔的方式 慢慢的 就股票持有的方式應該 所以指數越來越高 你應該股票越來越少 然後就是現金的比重越來越高 那等到下次有機會 所以你不要跟我剛剛講 不要跟那個便利商店一樣 你不要24小時不打烊 那都一直在股市裡面持有股票 我們最終是要換成現金嘛 是啊是啊 然後要跟干媽講你一樣 懂得打烊 對啊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啦 那當然我可能會看錯 就是說後面那魚尾沒有吃到 有可能 你之前講過啦 對對對 可能魚尾沒有吃到 那就是 所以接下來的行情 我覺得說 像台積電 我剛才很熱 其實我想從台積電放大來講 就是說 這兩年我發現 整個市場的氣氛不一樣 大家都一直在熱中追逐一個東西 比如說之前熱的什麼 金融股純股剛有提到嘛 對 有沒有石油ETF 有沒有 VIVS 有沒有 0050 0056 00681是最近的 對 那個5G那一個嘛 那最近是台積電 那如果我是這個現象讓我有點想講 就是說 大家不要等到那個熱炒起來的時候 你再去買 你常常就買到不便宜 就不用我待會會講航運股 航運股你看 像長農爆大量是在12月29號的88萬張 那時候我去查股價大概40塊 你看今天就算上漲 他今天上漲大概35塊 你還是套牢 88萬張 表示那一天有很多人進去嘛 也很多 長項長農爆大量都在12月嘛 12月 那他的行情是從8月開始起漲 所以那爆大量表示 那個看成這樣就是什麼人氣嘛 人氣就表示很多人進去 就最高了嘛 所以1月份我就看到很多人 雖然台積電拉得非常的快 拉得非常快 指數拉得非常快 但很多買航運股的人 就我看到很多人在哀嚎 就說要套牢的嘛 最高了 還有人說什麼拿遺產去買 還是什麼的 你有看過這種新聞嗎 有有有有 就壓壓什麼 所以我是跟大家講說 從這個解讀一個現象就是說 不要熱炒的時候你去追 投資不要這樣子 就是說我之前講的 你買到一個冷門 你要看到 像我常常喜歡買股票的時候 買完之後法人才跟緊 不是買完之後大家就開始討論 厲害哦 這樣比較 這句話制度的很厲害哦 就大帥比法人厲害 沒有 沒有法人發生限制 他有時候成交量少的時候 他不能買 但我們可以買 但我覺得這幾年 比較不一樣的一點 就是說資金行情 這也常讓我覺得很困擾 就是說資金行情 錢來得很快 你要是不跟上 你可能也就錯失良機了 就是要講QE 印鈔票出來 什麼都沒通膨 就是金融資產在通膨 我跟你講 我還有更多的朋友 你知道嗎 左等右等等到現在 這賺的比一般的散戶 那個不懂的都還要少 你說等那個買點 對 不敢 那個太保守了 太保守了 但是有些股票好像 我有看一些把一千多檔的股票 K線看完 還是有些股票都沒有漲過的 但因為它基本面還在調整 所以它沒有漲到 所以我會覺得說 有些 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很多人賠錢的原因 或是很多人套勞原因 就是因為它 等到成交量很大出來的時候 你才跳下去買 可是我們平常在買東西的時候 都是等到折價 就是打折的時候 我們才去買嘛 那大部分的東西 我們在外面有的東西 是越便宜的時候 越多人去搶 譬如說衛生紙 500元的保單 就是便宜的時候大家去搶嘛 但是股票剛好相反 你越貴你反而越多人去搶 所以常常就是高點去套勞這樣子 所以我就說這個現象 這兩年的現象 我希望大家能夠去也注意一下說這個現象 然後提醒大家 提醒自己一下 關於熱的東西 或是媒體傳報導的東西 要稍微留意 小心一下 所以你對純股的看法 在高檔這樣的一個行情 純股就是一個很奇怪的概念 對對對我覺得存股 像我不是反對存股 我自己也會 我自己也希望說我以後年紀大了 要領退休一些現金流的時候 我也會買一些高配息股票的存股 但是我會等它很低的時候 就是景氣比較下來的時候 或是空投市場的時候 我才去補局 譬如說金融股 我如果隨便一檔金貢股 我如果可以它現在腰斬 假設20塊得到10塊 我再去買10塊 那就來存股就適合了 但是現在的價格 我就覺得不太適合了 就比較貴一點 所以存股 我就覺得還是要看timing 那即便ETF來存 你也覺得要看timing嗎 對要看時間 因為ETF是間接 持有股票的部分 所以就跟我講 回到剛剛講的 你要記得打烊 你要記得 營業時間之後 你也要打烊 然後等到那個地點在進場 你只要能夠忍受諸 不要得股 不要什麼 隨時要有股票 要留現金 然後等待機會再出手 這樣子就勝算 其實勝算就拉高很多 而且你剛講購買力 我覺得很重要 現金的購買力很重要 就等待機會 那現在行情 我是覺得說 我們來講的話 今年上半年是 YOY的成長率會比較高 所以下半年 大家還有一點預期的行情 那接下來拜登又提 那個1.9兆美元的實際方案 那這個又一提兩面 一個是利多 他又印鈔 又用1.9兆 另外一個比較負面的解讀 就是說 這個結束之後 好像後面就沒有了 就兩個解讀 就這個印完之後 是不是後面就沒有 可能經濟就上來了 就不會有資金 那是不是聯準會考慮到什麼 縮減購債或是 所謂更遠的就是加息的部分 升息的部分 這個部分大家要留意一下 另外一個 我覺得這剛講的是比較有利的因素 YOY比較成長 另外可能拜登的1.9兆美元 另外不利因素的話 就是說第一個 就剛剛那個連線 那個孫慶隆 他提到 漲多就是最大利空 他講的規律率 其實就是 類似漲多就是最大利空 股市就是這樣 不管是利多怎麼樣 就是漲多就是最大利空 而且他那個規律真的很大 對 規律很大 其實是 規律其實我鏡像沒有 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金融還效率來 最大的 跟連線的規律率 然後另外就是 最近的那個籌碼 比較散亂一點 因為很多 閃戶進來 融資包括融資 那另外就是 接下來就要注意一下 聯準會的態度 這禮拜他們又要開會 看一下他的生命 那短線來講的話 長假前都會有一些小賣壓 你現在那個封關十天 對啊封關十天 長假前都會有一些賣壓 過去的經驗 你也不留股票過年了 我已經都 剛剛不是講了 我等機會了 越來越少了 哈哈哈哈 不是大家以為 你的傻孩子也有很多 我跟你講 我現在 現在就是我可以 看得到 他看的行情 然後其實我情緒不太受影響 然後其實我情緒不太受影響 就我自己的步伐來前進 這個很重要 對 好還有呢 大概就這樣子 那個帳號交出來我們看一下 哈哈哈哈 啊觀察啦觀察 下次下次我要 我觀察股票有一些 我覺得還不錯的在跟他 你什麼時候要再進場 他跟我講說大概多久 大概多幾個月吧 幾個月後再說吧 幾個月之後啊 沒有便宜的股票啊 資金黃潮一波又一波 我也可能看錯啊 但是沒有便宜的股票 我就不會出手 找不到便宜的股票 或是他大跌之後比較便宜 在進場 我們自不在交易嘛 對 我們參與股市不是為了交易 是為了賺錢嘛 是為了獲利 不是為了參與嘛 對 有些人真的是自在參與 而且很好笑 就是說 等我那個打平以後 我就那個了 我就要退出了 他是為了打平 你是為了要賺錢 真的有人就說等到我打平之後 我就不做啦 有很多人發誓 而且我跟你講 我有很多朋友 我待會給你看Line 他就是買這些航海股啊 對對對 沿舵啊 對啊 我其實在1月5號 有寫一篇文章 那時候我就發現 大家太瘋狂了 其實我是1月4號寫完 1月5號寫一個文章 那時候就提醒大家說 貨櫃股可能有一點過熱的情況 所以我寫文章都在提醒大家 你要看得懂那個籤詩的文章 所以讀你的文章 要像讀籤詩一樣嗎 我都是提醒大家 提醒風險 那待會我們會跟大家聊一聊 我們今天會談一個古海的故事 外航航運 對 其實我過去也看過他的故事 可是我覺得你找了資料 太有趣了 我不能說太八卦 但我看完之後拳頭都硬了 有些事情我看完拳頭都硬了 太有趣了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一下廣告 我們兩點繼續回來談 好 好 這裡是I like Radio 中央流星網 歡迎回到理財生活通 第二個小時的節目現場 我們現場的特別來賓 就是大家的好朋友 我們的古海觀察家 張大帥了 我們要跟大家來聊一聊 這個航海王的故事 今天要談的就是萬海航運 台古的貨櫃三雄 就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就是長榮跟陽明 長榮就是張榮發 大家很熟悉 然後後來兄弟又失禍 鬧上新聞 陽明就是觀影 以前最早會追溯到招商局 李鴻章的輪團招商局 萬海大家比較陌生一點 但是有很多事情 其實跟他們都有關係 大家隨便講 我想八星樂園 大家的事件都還記得 就在他們家 然後還有很多 待會我們也提到 有些涉及到政治 因為他們鎮商的關係 其實是還蠻多事情的 所以那個鎮商關係 待會也會提到 包括國務機要費 他們也會提到 還有一些比較 其實我比較少 我們在談這個企業故事 很少提到 就是比較下半身的事情 我們也 哪有你都會找得到 我們剛剛只是講垃圾行情 你下半身的事情 你都找得到 這是我最佩服你的一點 鼻子跟人家不一樣 而且我真的覺得 資料真的超多的耶 真的 這怎麼低調的企業 還是有很多資料 對對對 那個萬海是陳家 我想他們 台面上大家比較知道 就是陳柏廷 現在第三代 比較有名陳柏廷 陳志遠 陳志遠之前那個跟金店 就是二十四八那個金店 國聯合併案有關 那他們最早發跡 其實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 他們最早發跡 是來台灣第七代 他們陳家來台灣 從福建來台灣第七代的陳柏 也就是現在第三代的那個 祖父陳柏 那時候開始發跡 開始有錢的 那他們的發跡有時間 在日本統治時代 所以比什麼 比台數還早 也比孤家都還早 但是孤家王 那個台數比較有名 有名有錢 就知道他們多低調了 但是他們的政商 其實也是一流的 待會可以提到 他們開始發展的 就是現在第三代的祖父陳柏 勇敢的柏 陳柏他有發跡的 那時候他們整個家族 那時候住在現在的五谷區 新北市的五谷區 然後那時候陳柏 那個祖父陳柏 那時候他就開始 13歲就開始跑船 因為那時候台灣跟福建那邊 然後廈門 淡純跟福建這邊 廈門這邊有很多交流 台灣有很多農產品過去 或是很多建材過去 陳柏呢 13歲的時候就開始跑船 當船員 然後開始做一些買賣 還開始做有錢 然後後來就成立一個華興商行 華興商行之後呢 又跟一個叫大家很有名的陳查柏 陳查柏就是後來過世的時候 留大隊離產啊 然後後來子女增產啊 很多屍體都 那時候吃了 都沒辦法入葬 那一個陳查柏 他是台灣那時候之前的 前五大有錢人 那時候他們一統經營了一個 台灣清果運輸會社 清果大王 那時候台灣水果很多都賣到日本 尤其是香蕉 那時候陳勇為什麼 那時候會發達呢 他有一點很聰明 我覺得真的了不起 就是說那時候沒有冰箱 或者比較缺冰箱很貴 他那時候要運水果到日本去 或是到所謂的福建那邊 中國大陸那邊去 他會把他的水果呢 大家包一個船嘛 就像是大家什麼輪船 他會放到頭跟尾 他不會放在中間 船的中間 為什麼 因為會有海風 反而在吹呢 就有那種比較冷 冷凍冷藏的效果 結果有時候問到目的地之後 他水果的腐爛率是最低的 這樣子 有經驗 不要放船中間 水果容易腐爛 容易腐爛 但是現在貨櫃不一樣 放在旁邊可能會掉到海裡 真的 很多貨櫃都掉到海裡 他那時候就想到這一招 把水果放在兩邊 頭跟尾這樣子 太厲害 那時候就開始做得比較好 然後跟草原茶寶 陳草寶可能 很多可能年輕的一些聽眾不知道 現在其實我們掛牌1203的衛王 就是他的後代 就是那食品股啊 衛王 那他就是他們後代所經營的 有他們的那個大兒子 陸籍日本 叫尹川 所以如果你看到董事會 有個叫尹川 那就是他們家族 日本籍 然後後來就 可是後來他跟陳草寶拆夥了 就再把那個華新商行 改為台史貿易 台灣的台 實際的史 台史貿易 台史貿易 所以就很重要了 現在台史貿易是士林職業 我們剛剛講萬海航運 其實他們關係企業還有一個叫做士林職業的 控股的主要的公司 就是這個台史貿易 後來就台史貿易開始 因為那跟陳草寶拆 我說用這個台史貿易呢 開始來做那個台灣賣水果的那個 到日本的一個生意 這就是開始奠定他們的第一桶金 早年的企業家 真的是包山包海的 對啊 什麼都做 跑船 從船員賣水果 什麼都可以 可是你就可以看到 隱隱緣緣看到 第一個他當船員跑船的 另外他又開始賣水果 那個也是作為國際貿易 所以他開始 他會成立萬海海運 也有機可學 對對對 跑過船 但是萬海海運 還不是最早成立的 其實最好成立就是 我最早取得那個事業的是 我剛剛提到的士林職業 就士紙 士紙 士林場很有價值嘛 他的士林土地很價值 他那時候士林職業 其實是之前 日本時代那種 一個台灣製紙公司 的一個士林場 只是一個士林場 只是一個場 後來國民黨撤退來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就收編為國有 但是跟著有期點之後 大家記得嗎 那時候孤政府不是拿 土地就換了台泥的股票嗎 大家都知道這些故事嘛 但很少人知道說 他們去買到那個所謂的士林場 然後就把它改為士林職場 他為什麼會注意到士林職場 就是因為他那時候 在賣水果的情況之下 他還常常賣那個稻草 一些原料給那個職場 所以他曾經跟士林職場打過交道 也賺了錢 然後發現什麼 那時候做紙的 我們現在看紙業好像沒什麼 但是那時候做紙還蠻賺錢 他那時候就注意到 後來就把 政府在試股的時候 他就把這個士林職場 股權給買下來 因為合股買下來了 早年真的要政治關係好一點 你才有辦法去 而且要懂得看到趨勢去買 然後對 你要能夠接到這些企業 對對對 然後就去買 士林職場後來就變成說 他們成家的一些 最重要第一個企業 那接下來後來他們就開始 我剛講到他們已經有開始有 跑國際貓運 後來就成立所謂的 萬海海運 就開始跑萬海海運 我還查到他第一艘船的名字叫 FOSMAR 那那時候是做一些 在東南亞台灣 這邊近海的地區的一些航運 所以就發現說 為什麼他們一開始就 現在的那個萬海 都是做近洋海 近洋的航運線 跟長榮跟陽明不一樣 好遠的 因為從這時候就開始了 他們就只做東南亞這附近 萬海的90%的營收都是屬於近洋的航線 那遠洋航線就是長榮跟陽明比較多 像美國縣歐洲縣比較多 他們很少那時候就做東南亞 所以他們就開始做 大部分都是做近洋 就從這時候開始 然後他們做海運之後 又開始包山包海 我覺得這西亞家很聰明 那個做那些海運都要保險 因為怕有時候貨櫃或是貨品出什麼事情 後來他們又成立一個太安殘險 所以太安殘險 是他們成家是創始股東 現在那個他們的第三代 陳俊遠在那邊 又掛董事會在裡面 所以都還是他們家的企業 都沒有想到 就開始又變成一條龍了 你知道嗎 一條龍 連殘險他們也做了 別人掛我們自己掛就好了 很厲害耶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慢慢 他們就奠定了第一桶金 這就是他們陳勇 陳勇總共就生了 就厲害了 生了四個兒子 老大叫陳秀氏 那時候就幫忙去做日本的水果生意 但他比較早逝 所以最重要的是他的二子三子跟四子 就是陳超船 陳朝亨跟陳清智這三個人 陳清智這個人 這個人他是最 他的兒子裡面最會念書的 現在我們的台大的那個博士班 台灣大學的博士班就是他創立的 他是從那個麻省理工學院回來的 你連這個都查到了 台大的博士班是他創的 好像是 對對對他是最會念書的 陳家裡面最會念書 所以那個這個是 他也當過財政部的一些顧問 所以這個是最會念書 但是呢他也是 涉及到很多比較有爭議的事件 待會我們會提到 包括什麼 麥奇谷的一個台灣小姐 那個真的 那就是他啊 就念博士這個啊 會讀書的很多怪怪的 還有一個大概我們講 還有故事性就是那個 丁善禮丁家越南網的那個自殺案 那時候鬧的瘋瘋瘋瘋瘋 也是跟他有關 他也跟他有關 所以那個 這個他是最會念書 但是他的事件也很多 比較正義的事件也最多這樣子 然後 呃 陳永後來他賺了很多錢之後 也成立那麼多事業對不對 1969年開始分家 但也很聰明啊 不會像說張龍發 對 分到後來大家兄弟在吵架 活的時候就先分家 就分家 分得很好 分得很好 1969年都分好了 分得很好這是關鍵喔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看看他分得有多好 我們先休息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這個企業要能夠成長茁壯 我覺得分家真的是一個關鍵 所以他1969年的時候 他該有的事業都有 剛提到四營子四指 還有萬海 泰安這些 都已經有陸續成立 而且還不錯 營運還不錯 所以就開始分家 分家那時候就是給陳超船 給那個四指 那時候最重要其實四指不是海運 其實四指給老二 老大我剛提到他就做日本水果這個買賣 就買賣 可是老大也比較早過世 那陳超船跟陳清智 就老三跟老四 老三老四就是所謂的那個萬海海運 然後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是陳超船 因為陳超船是負責 比較負責四指跟所謂的萬海 因為陳超船這個人比較霸氣 他就比較霸氣 然後那個後面的弟弟們就相對 相對比較現在沒有說 而且老大早過世 所以老二就等於說當老大 所以那時候 據說他們 爸爸還給他們抽籤說 包括現金跟土地 要怎麼分啊 你們抽籤好了 所以包括除了分企業以外 連土地 現金都分清楚 能分的有價值 以後就不要再吵了 反正都給你們了 也好就看在陽光下 都給你們了 對啊 這是有價值大家都先分清楚 後來他們其實兄弟還不錯 就是說什麼 陳超船 我們倒二陳超船做的時候 我們就慢慢交棒給弟弟 萬海海運 之前他當董事長 後來給他給他弟弟 輪流當 到後來交給最小兒子陳青智的時候 08年再通通退出 一次交給所謂的第三代陳柏廷 就現在的陳柏廷 對陳柏廷是好像一出生 大家都知道他就是要來 接班的太子 對他就是太子 他就是太子 為什麼陳柏廷是太子呢 因為所謂那個陳超船 我說他是霸氣 竟然霸氣 但是他娶了三房 都是生了五個女兒 都是女兒啦 可是陳超船 他幾乎都是 他就底下生了兩個兒子 然後後來第三個兒子懷孕的時候 第三個小孩懷孕的時候呢 陳勇 我剛剛講的那個串扮人陳勇 就發現他的老二 那個陳超船都沒有兒子 說欸那乾脆這個老三 已經又懷孕第三個了 如果這生出來是兒子的話 就讓他就過季到那邊 就古時候比較古的 所以後來第三個 果然又生個兒子 後來就把他過季到所謂老二 所以陳超船那邊去 所以呢陳柏廷是 生出來就是太子 他有兩個爸爸 一個老二老三 所以就是說現在為什麼世子 他當世子的 那一次生就是培養為繼承人嘛 就接班人嘛 本來的爸爸就 親生的爸爸嘛 就是他爸爸對不對 那他阿伯也是 過季給他阿伯了嘛 就過季給他阿伯了 阿伯也是用心栽培啦 包括他幫他當特助啊什麼的 一路上來 這沒話講的啦 所以他也用心學習啊 所以那個他現在就掛了 士林職業董事長 也掛了所謂望海的董事長 就是說他就是接班人 那他有個哥哥 他是老 我剛剛提到他是第三個 三子生下來的第三個小孩嘛 他的老大也很有名 就是陳志源 我剛剛提到就是 他哥哥陳志源 就是主導那個後來那個金店 和平安 跟國聯金店那個和平安 就是陳志源 陳志源很有名啊 在那個所謂的商業界蠻有名的 所以第三代就這兩個人 陳志源跟陳伯廷 那第二代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陳超傳跟陳朝陽跟陳慶智 這三個 那只是說 陳超傳跟陳朝陽跟陳慶智 這三個人 有兩個就是相對來講 爭議性的事件比較多啦 像陳超傳就有提到說 所謂的 他在01年的時候呢 他也講得很入骨 他01年的時候就被那個所謂的 立委還有王清峰 就是那個之前選那個副總統 那個王清峰 有帶一個匿名的女子 告訴他說 召開記者會說 那時候他有性侵 性侵那個女子 那女子的說法是說 他為了他離婚為了找工作 後來經過介紹 找到陳超傳 但是呢 就被 有一次就 就到他家 到辦公室去 到後來沒多久 他就 沒穿衣服就跑出來求救 女生啊 對 那陳超傳回答也蠻妙的 他說他們已經認識6年了 也有多次的性行為 所以那個他也承認有這樣的情況 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這個性侵案後來就不起訴 為什麼 就是說 因為那個警察在查的時候 覺得說 第一個 在那個女生的身上的DNA 只有他的耳朵 跟胸部發現有那個 人家的 人家沒有 他們就說只有親密行為而已 我講的 查得非常detail 你講到很detail 對 我說為什麼他後來不起訴 我剛 我待會兒會提到 包括剛剛待會兒掏空案 所謂的那個一些 清早後來都幾乎不起訴 連八仙樂園到後來也都沒了 怎麼有這麼通天本事啊 對 後來他那個警察後來查出來是說 有疑點啊 就說 那個 DNA的部分沒有 沒有那個 沒有提到那個 女方所講的情況 然後另外他覺得那個女方 沒有穿衣服 就跑到外面去 非要等警察來 他要穿衣服這件事 他就有違常理了 所以就後來就不起訴 這個部分就沒有起訴 後來就過關這樣子 然後陳小總還有一個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部分就是他後來他是掛那個 之前2013年過時之前 他是掛那個市值的那個董事長嘛 可是在2012年爆發一件事就是市值掏空案 什麼掏空案呢 其實金額4億多 就是說他在海外 他在那個公司以外 成立人頭公司 請會計師成立人頭公司 然後這些人頭公司去收購廢紙 每公斤4塊錢 然後再賣回母公司 4.2賺0.2 慢慢談 就從1999年開始這樣子 這個掏空案後來也爆發 包括陳超傳 還有他女兒 還有會計師還有總經理 通通被那個起訴 可是這個後來也沒有罪 因為陳超傳2013年過世了就沒有罪 2015年呢他們其他人也都沒罪 所以這個透過人口公司 然後過一手這個部分呢 也是當初鬧得很大一個新聞 真的是命好耶 真的是好命啊 所以我就說 我就說他們的爭議事件 他們都已經那麼有錢了 就是都有一個公司是自己的 待會兒就提到巴西樂園他們也是 對巴西樂園他們也沒事 對他們也沒事 那麼400多人 對 所以這個陳超普他就是 雖然他還當過國策顧問 我們剛剛講那個慶慶啊 因為鬧得太大了 那時候阿扁本來有請他當國策顧問 因為那個時間鬧太大就下台了 因為他自己有講說 真的跟那個女子有相關的關係 我記得他們那個跟阿扁的關係很好耶 我們他們跟扁家的關係也真的非常好 後來也鬧得非常大 就是大家最知名的就是說 那個送那個Timoney的那個鑽表 你又換起我的記憶了耶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一下廣告 待會繼續再聊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 歡迎歡迎理財收活通 我是夏韻芬 在我旁邊的就是我們的 古海觀察家 張宏昌 張大帥了 我們剛剛也聊到 你忽然就喚起我們的記憶 就是他跟阿扁的關係很好 他那時候在扁朝的時候 那時候的確有經營政商關係 那時候最有名就是所謂 他們就是那個 陳中結婚的部分 他送的Tiffany的那個鑽表 他是那個無數尊不滿意 大家鬧得很大 大家鬧很大 他就加了那個 27.6萬的搜狗禮券 去換那個賺借回來 然後後來他們成家 就很無奈說 人家問他 記者問他說 這件事怎麼看 他說很無奈說 我們送的不好 人家扁少不喜歡 那這件事就 那個搜狗禮券 補差了那個 27.6萬那個搜狗禮券 後來就去報國務給要費 就變成工帳了 這個後來被挖出來 好像被挖出來了 對 那還包括什麼 04年的時候扁少那時候 吳淑貞那時候 他們有辦一個賣畫的 賣畫的那個藝賣 那時候他們也花了100萬 去買了一幅畫 包括09年的時候 吳淑貞又坦承說 他們萬海有提供 3000萬的政治現金嘛 所以你就發現 中間這些其實 所以他跟扁政府關係很好 對 那剛好大家比較正義 也就是說 那段時間剛好 陳家第三代 陳志遠 他就剛好進去華航 董事會 他去買股票跟可轉載 然後就剛好 大概也買不多 大概一兩趴 但是那時候 就可以安排他進去 當航發會的代表 當華航的董事 那很多人就批評 因為萬海有海運 長榮本來有陸海空嘛 萬海就有海運嘛 所以那時候 是要攔指所謂的華航 所以當然目標 那時候目光都在看 那個金控改革的時候 就是國有銀行的改革的時候 都忽略到說華航這部分 其實萬海 開始有把那個手伸進去 然後到現在為止 他們還是有當董事 還在掛董事 航發會代表董事 或他最近的資料 那也很厲害啊 對 因為時間太接近了 所以大家就把它扯在 就聯想在一起 就說怎麼華航跟這個 所謂的送傳表跟這個事情 都很接近 你的意思是說 像長榮有陸海空 他只有海 他也想要有一個空 對可能有一個空 大家那時候很多聯想 所以就也代表說 他們的政商關係 是不錯的 像那個 我可以提一個故事 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的 要那個陳勇的第四個兒子 叫陳青 那個陳青智 你說很會念書那個博士 不是那個陳超船 很霸氣那個 老二陳超船 陳超船曾經跟那個陳波廷 就是說我們剛剛說的那個太子 指定太子 兩個父爸爸那一個 他曾經告訴他陳波廷 就說 要做生意啊 要學那個像霹靂布袋星那個井桂仙 有沒有 井桂仙什麼武功都不會 但是他活到最久 對 不一定要太招搖 也不用太高調 只要低調就好 但是你要活最久 他就說用井桂仙 你要當然以井桂仙為主 不是當蘇亞門 也不是當那個 不是當總警察人 他就這樣 所以他那時候就有講說 他們有低調 所以你會發現萬海其實 好像沒有其他的 財團或集團 那麼的高調 不像我們上次講的徐徐東 那麼高調 但是他其實政商關係 經營的還不錯 還不錯 就剛我們提到那幾個 都後來就事後查出來 新聞的曝光 對對對 那最好笑就是送人家賺表 人家然後人家不滿意 我覺得這很好笑 但是那個叉耳來用 國務機要飛爆炸 所以喔 真的是很難看耶 真的 那貶嫂那個真的是 是 那我們剛提到陳曹傳 他有一些爭議的事件 就剛講性侵案 跟所謂的飾止掏空 那後來都這些都沒有 都後來都沒有 安全下車了 那另外一個 我剛講那個很會念書的 陳親子 他有一些比較爭議的事件出來 第一個就是 這個也鬧得蠻大的 第一個就是利富華 他是來台灣小姐 可能大家對他比較陌生 因為他聽說要嫁到什麼 荷蘭皇室 對啊 當荷蘭皇妃 他有兩次婚姻 那婚姻之後 才去專心的做生意 後來就因緣集會 跟陳親子他們 萬孩他們有一點關係 那利富華這個我大概簡介一下 他其實早期是台灣小姐 首屆台灣小姐的後官 然後後來有去做一些公關 身份就做一些行銷公關 所以他其實也蠻會做外交的 做交際的 然後最有名就是做所謂的那個 賣那個紐西亞的奇異果 阿拉托奇異果他的廣告是 就是 是真的 我還特別去看那個所謂的廣告 就是兩個奇異果 尼人話會講話的那個奇異果 兩個奇異果 然後他們的廣告台詞就說 欸這個奇異果的 維他命是甜的 然後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人就說 是真的 然後那個廣告詞又說 又甜又低卡 是真的 然後蕭芋芬很漂亮 是真的 是真的 你好會做行銷 廣告就這樣子 對對對 就這樣子 所以他就把那個黃金奇異果做起來 對做起來 做成績多好 為什麼大家會很稱讚 就算一個月賣了50萬箱 做10億的收入 所以那時候就一炮而紅 他的那個能力 經營事業能力就一炮而紅 所以這就是物力富華 可是在那個 在2018年的時候他就 他就把 跟陳金智一些對話 閒絲的對話 我覺得我們今天講來講 有你有傳給我啊 哈哈哈哈 全聲都開始發了 你有 我就說你真厲害 明明就這麼多枯燥的資料 然後你就可以 還會找出一些八卦 大家說就開個記者會嘛 他們曾經 他們有合作一個案子 透過香港控股公司 到英國做房地產 但是後來鬧翻了 但是後來那個 2018年這個利富華 就有開記者會 來說 陳金智呢 對他有一些 不覺得 不是很禮貌的一個動作 包括那個閒絲對話 包括你看 他就傳出來說 曾經是曾經 傳一個訊息給他 這樣子 你同一座的女朋友 請讓我覺得年輕 我才要幫助你 讓你的事業成功 現在你變了 你不能讓我感覺年輕 我也不需要 就繼續為你投資 賺錢不是我的目的 沒有愛沒有 有錢也沒有用 是男生的抗議了 對 男生給他 對就是他們之間有一些 那那個 那個利富華也回憶說 我對你一直有愛啊 只是我一休息 喜歡親近啊 而且我是工作狂啊 兩個前夫都不要我 剛提到他兩個婚姻嘛 兩個婚姻都還都是離婚收場 所以那個 陳某你不嫌棄 你看他講的還蠻委屈 不想要鬧翻嘛 那我對 那個 嫌你不嫌棄 我對我情深意重 還幫助我 還幫助我弟弟 這樣子 那我就用觀愛 我覺得跟我愛更重要 也是我重要的人 就類似這樣的一個話 對不對 然後利富華也在記得 我也提到說 那個曾經是曾經跟他講說 我要 我要看你的那個新衣服 對 要看你的新衣服 那利富華一聽就說 什麼新衣服 那曾經就說 國王的新衣啊 國王就是無情殺 被一個小孩子煮出來嘛 就說那個曾經是要看他的裸體嘛 我們今天的尺數都蠻大的 但是我盡量委婉一點 你都講裸體了 你也委婉嗎 這個新聞鬧很大 他說 大帥說他這樣已經很委婉了 我不覺得委婉 我們從航海王 談到了裸體 你也蠻直接的 那這件剛剛講的利富華這件事 因為他在記者會是講說 這個事情就發生在英國 因為他說在英國發生嘛 可是後來檢調去查結果就說 當時曾經是沒有出國 沒有出國 但後來有偽造文書 為什麼 因為他後來他是說 利富華是說他逼他簽 那個1000萬英鎊的那個借款嘛 那這部分的日期呢 後來曾經是他們呢 有指示秘書把那個日期給 會修改抽換啦 不能說抽換 抽換提前一年 那這部分有偽造文書的情況 這部分就有被檢調給定調 那可是那個所謂的那個所謂 那個什麼閒事那個 剛剛提到那個在英國啊 什麼要嘛你就簽約 要嘛就是那個 你要裸體陪我睡那個部分 這部分後來檢調查說 那時候曾經是沒有出國了 所以利富華的指控這部分呢 就沒有成立 那另外一個這跟曾經是比較有名 就所謂的丁善禮那個所謂自殺 自殺案那個當時的鬧很大 自殺還是被自殺 他跳上車自殺 因為壓力臺他是軍人出生的 軍人出生就以史明治 那這個丁家他其實現在是很有名的 富美興集團 現在被稱為越南文 那個在越南那幾個事業都很賺錢啊 然後曾經要回台掛牌 但是被阻止了 因為一直懷疑他是擔場事業 那為什麼當初會派這個丁善禮呢 去越南投資 是因為在李登輝時代的時候 他那時候借吉用人嘛 希望鼓勵台山南進嘛 可是鼓勵台山南進的話 那個所謂黨影事業要做 自己要做表率嘛 所以他就派了所謂的 找了這丁善禮 然後去越南投資 都投資了什麼 加工出口區 也投資了電廠 還投資了土地開發 土地開發都叫做胡志明市 都在胡志明市裡面 那一開始呢 所謂的黨影事業的中頭 投資了75% 然後所謂丁善禮 丁善禮跟所謂一個 另外一個太古集團的 一個前負責任 他那時候各投資10% 陳清智也被找去 投資了5% 可是後來呢 等到劉泰英上來 當大掌櫃之後 黨影事業大掌櫃之後 對這個不認同 就後來把中頭的股票都丟出來 給那個丁家 剛剛講的丁善禮 丁家 錢家跟陳家 各取了1%股權 後來就變成說 國民黨就沒有這一份的股權 但是呢 因為在越南投資 你知道那個投資 我剛剛提到那三大案子都很大 你開始要投資很多錢 但是呢 一直都沒有發股力 也沒有賺錢 所以陳清智就有點按捺不住了 所以開始就是 類似就開始找那個 跟丁善禮說 控告他說什麼 他財務作假 他怎麼樣啊 就很多那個控告 後來丁善禮覺得受不了這種 因為還被檢調搜索 他去告嘛 被檢調搜索 後來就自殺 以死明治 以死明治 後來事情鬧大了 那事情鬧大 然後後來這個案子呢 就稍微又拖了 到後來呢 這個三個案子後來就賺大錢 哎喲 那這樣逼死了一個人 對就逼死了一個人 那時候新聞那個很大 那陳清智那時候也是淡淡的講說 我只是主張我的權利而已啦 主張你的權利就說 這是因為他自己有股權嘛 可是現在這三個事業都已經開花結果了 這三個我跟你講 最新的禁止 從股後進都已經兩百塊以上 兩百塊錢 都好幾年賺一個股本 股本 然後後來這個陳家怎麼退出來呢 就是因為我剛提到那個華航 不是後來陳家有派代表嗎 派陳志遠當董事嗎 結果在08年那個阿扁要下台之前呢 剛好又派了丁家的第二代 就丁善琳他的次職 給到華航當董事 結果陳家跟丁家 兩個本來冤家 又變成在同一家公司當董事會的董事 沒有這兩個反而一樣還不錯 要是我就事不了業 因為陳志遠會做人 我們待會提到他做事業 做一些高科技 他很會做交際 然後後來就提議說 丁家把他們的股權買回去 後來等到那個2018年的時候呢 丁家就花了一百多億 把他們陳家的股權買回去 才把這個良家的關係都撇切 都切乾淨 但是丁善琳已經先 對啊人都不見了 都已經太多身亡 對就是人家後來就有人講說 這個手法就跟剛剛立福娃一樣 跟投資 如果怎麼樣 他就會跟他投資做生意之後 到後來有沒有賺錢 到後來都容易被他所起訴 他就會去刁難 事業跟他合作 事業他後來就會刁難 不管有沒有賺錢 這點倒是蠻傷人的 而且你看到最後其實是炸賺錢的 對 對於這個聽起來這樣的故事 而且丁家其實是 其實是以德抱怨啊 後來就讓他們一百多億買回來 一百多億買回來 到底有沒有買高還是買便宜 買高 相對高一點 還是買高啊 所以賺到了還是陳家 那你 對啊你還說他們化解了 對 就是說要不然你就是應該要 有一點補充 那也是後來第三代他們兩個去 他們兩個去溝通 至少和解 至少你請我願 對對對 這就是說找他們第二代的一些故事 那最有名的其實第三代 第三代就是 我們談點愛情故事 陳柏廷 他們第三代我剛剛提到兩個最有名 就是陳柏廷 那陳柏廷是比較相對比較 好像比較低調是不是 對比較低調 那陳柏廷比較高調 對啊陳柏廷都找不到他什麼新聞 他是專門做 冠海集團高科技的那個操盤 所以我剛剛講提到金店 那他最有名還有所謂的 新加坡聯合科技 這部分他也是風光退場 陳柏廷曾經採過一個雷叫做生計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買過 這個主機版的一個生計 那個步步高深的生 那個有一個耳朵字盤 我知道 技術的技 AVIT 他英文叫AVIT 這唯一讓他跌交就是那個生計 生計也是我 曾經告過我的一家公司 生計也告過你啊 他的生是步步高深的生 不是我們講的什麼生計醫療 因為後來他做假帳下市了 那時候我要寫他做假帳 我常常寫人家做假帳 我常常講 大家可能不知道靖永是我第一個寫 靖永也是你寫的 我第一個寫的 歌琳也是第一個寫的 後來歌琳也不見 也不見 因為歌琳那個是美國那邊 有篩貨的情況 你寫人家做假帳 人家公司一定要跳出來 澄清說我沒有啊 我怎麼可以說我有 看他的財報就怪怪了 你看財報就怪怪了 會計師不行喔 會計師還可以 現在就不會KY了 你怎麼這樣 你回去還會玩家人 不然是會計師喔 我們先休息 好我們要跟這個大帥來好好聊一聊 就是這個 可以聊比較商業的事情了 對 那你會愛情不聊啦 我們剩最後一段耶 好緊張喔 其實我講一下剛剛那個生計 就是說我們陳志遠他曾經做那個監電跟所謂的國聯的合併案很成功 還有新加坡聯合科技 他也是很高檔就出拖了 這都很成功 那唯一踢到鐵板就是所謂的生計主機板這家公司 那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生計這家公司下市之後呢 那個老闆呢 為什麼讓陳志遠可以提到那個鐵板 就是他後來這個老闆還去成立結安師公司 結安特的結 安全的安 公司的師 大家從這個故事可以取到一件事 就是說結安是你去Youtube查這三個字 你會發現他有公司的Youtube介紹 還有新聞的報導 可是這家公司當初是空客 然後在貴商市賣家股票 所以這老闆從生計下市之後 他又去賣家股票 所以你常常接到電話 人家說什麼未上市股票你要不要買 那個什麼是下一個台積電 那這個結安是你看 你就會發現說這個人家在作假的時候 那個包括什麼那個影片都有 你的Youtube都可以找到 連影片都有 然後還有媒體都報導 那個可以去查一下就知道 你就可以了解 這個就是跟大家提醒一下說 要注意一下那個所謂的未上市股 所以連這個陳志遠都被騙了 陳志遠都被騙了 他做那麼多成功的投資 這個東西他們那時候萬海成家 就提到鐵板 後來這家公司又下次 對對對 那我們來講一下陳柏婷 陳柏婷的新聞真的很少 陳柏婷因為他是接班人 那他最有名的就是所謂的那個 跟娶的女秘書 因為女秘書跟他旁邊15年 是真愛耶 15年 而且私幾歲才結婚 15年 然後女秘書 那時候一直叫他 他們多低調 就是說 他那個本來他們 我剛說08年交棒給這個 所謂第三代 陳柏婷 但是他們那個第二代在等 久多等又等都等不到他結婚 本來他結婚之後再交棒給他 但是沒想到更會奧 就先交棒給他 後來他2011年才結婚 陳柏婷把他說 你不結婚我就不交棒喔 對對對 結果他就不結婚啊 怎樣 後來就認輸了 就說哎呀 你再不交棒我們要做到老 他這個是 他多低調就是 娶這個秘書叫做張子龍 就是麻雀變鳳凰 麻雀變鳳凰他們認識輸名 他的秘書啊 他的秘書 其實我們前幾天過世那個 那個前幾天過世那個蔡柏芙 他的他取的也是所謂的業務經理 也是所謂的那個嫁豪門 那個女主人嫁豪門的故事 這類似啊 那他取更 進水樓台 進水樓台 那他們兩個認識15年才結婚 而且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包括他結婚的時候呢 萬海公司的那個 包括一級主管 總經理呢 到前幾天才知道他們要結婚 就知道多低調 就開始擠桌而已 我覺得會不會是長輩不答應啊 他可能是知道長輩 我有懷疑這樣的情況 那對外沒有這樣講 你叫我結婚我就懷疑 沒有門當戶對 對沒有門當戶對 對對對 那他們那時候最有名就是說 辦了一個那個喜餅 就挑了跟所謂的侯佩成 跟林心如一樣 許若萱一樣 所以是 那個喜餅還有夏雲芬的名字 夏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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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智 我是夏雲芬 對啊 那時候就說這部分呢 就那時候就曾經轟動一時 那陳柏廷那個那時候的身價多高呢 曾經有一年05年的時候 萬海的股東會 那很多人 你知道很多媒體就是沒事就喜歡找事嘛 就一直問他說什麼時候結婚啊 然後他就說 陳柏廷你就隨便講一句話說 我真的最近好想結婚 結果每天到隔天 萬海總公司的那個傳真機 就進了一百多封 願意嫁給他的 女子求愛的傳真 你就知道他說他身價多高 而且他長得也還蠻帥的 長得還不錯啦 長得還不錯 所以那時候你就知道他身價那時候多高 他被稱了海王子 海王子 大家傳真進來喔 哎呦 我現在沒有人傳真進來 大歲要不要爭女朋友 我們幫你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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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告訴你老婆一下 不用不用不用 大家都是真的可能他們也很忙 就只能夠追一下秘書 或者跟他比較有業務往來的 是啊然後我可以提 最後跟大家提一下 突然投資嘛 我們這是李谷海嘛 陳志遠的投資 我愛情都還沒談 好啦 我愛情 我覺得陳志遠中 雖然有踢到一個鐵板 但大部分都是很成功的 他說其實投資要膽大欣喜 而且要風險擺第一 為什麼他說像李嘉誠都是 他投資 他會把風險擺第一 他曾經有一個故事 我可以講給大家聽 他很喜歡做一些極限運動 那包括太空旅行 之前不是有一段時間 很流行太空旅行 英國有一個維政公司 銀河公司 說可以送大家去太空 也是很貴很貴的一付錢 那陳志遠也有報名 因為他喜歡這種刺激的活動 他報名的不是搶第一 很多人報名就喜歡我搶第一 他不是他報第二題字 50名到100名 為什麼 因為他說不知道這會不會成功 要先想好風險 所以先讓別人去試 所以他投資一定會先想好風險 他已經內化成他所有的生活的方式 對方法思考模式 他也曾經在國家音樂廳也曾經唱過 然後也曾經出過唱片 還是黃國倫幫他做製作的 黃國倫就是那個 幫他做製作 雖然他也是音樂方面不錯 多彩多役的一個第三代 相對於陳柏廷 真的耶 所以這兩個其實都還蠻不錯的 那個什麼 陳柏廷有小孩了嗎 有啊 陳柏廷有一子一女 有一子一女 娶一個秘書 那現在我們就是 航海谷到現在 從航海王到這個海賊王 你會給大家一個什麼樣的敬意 因為還有人說什麼上了賊船 我有準備 哎呦還好啊 我就知道你一定有準備 我這邊準備了過去十一年的那個 貨櫃三雄的那個所謂的財報數字 因為這一次缺貴缺人 港口無用舍 其實這是一個機會財 其實大家要定義說這是一個機會財 所以根本不是說因為科技的進步 或是有什麼 所以大家本來就要見好就收 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你在很多成家當中去買進高檔套牢的時候 我跟剛剛講你在景氣很好的時候 這種這種機會財套牢的時候 以後要 以後如果他下來的時候 是真的比較難回來 因為他不是因為 整個景氣大循環 他是一個機會財 那我們過去 看他過去十一年 就從2009年看到現在的財報呢 我們來看一下萬海大概十一年 有一年是賠錢 萬海相對比較穩定 對他比較穩定 但是長榮的十一年裡面有五年是賠錢 那陽明經營比較比較差 關股營養比較差 有十一年有八年是賠錢 所以相對來講 航運在過去沒有這個機會 缺貴的特殊的情況之下的話 常常都是其實是 營運是很普通的 所以你如果最高的話很容易就是套牢 而且套牢可能會套很久 那到底有什麼機會 貨櫃股要怎麼去介入呢 我們可以從09年跟10年 還有這一次經驗來做比較 我們發現只要有前一年有一個金融海嘯 或是有一個很大的不景氣的時候 隔年都不錯 譬如說那個金融海嘯之後呢 他的2010年呢 他們通通都像長榮跟陽明賺了快半個股本 那這次也是一樣 我們去年發生疫情 所謂需求突然激動 那突然激動之後突然大家需求又來了 而且要補庫存所以整個行運又上來了 所以變成說貨櫃股如果未來要投資的話 應該在所謂的不景氣之後 大家需求萎縮庫存很低的時候 然後接下來景氣再付出的時候 去介入所謂的貨櫃會比較安全 對不是等到現在我們都已經知道說 各個地方已經塞了 或者是價格調高了 新聞都出來 那個價格高是不正常現象 你要先了解這個情況 好這個讓大家今天那麼有愛情有激情 然後碰到股價的時候要稍微冷靜一點 對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好朋友 這個張宏昌、張大帥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跟大家做這樣的一個分享 謝謝大帥 謝謝大家 謝謝新年快樂